现今高龄化社会 长照市县府施政重点工作 为此 县府与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合作金库人寿公司 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在南投市加勒福前举办 喘息咖啡胖卡趴守护不孤单 长照宣导活动 呼吁家庭照顾者善用喘息服务 照顾好自己才能够照顾好家人 活动吸引许多家庭照顾者 与被照顾者到场 透过一杯咖啡传递温暖 象征着善息与转换 让照顾者沉淀后再出发 才有更多元气照顾家人 那杯咖啡我们叫做善息咖啡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希望家里 就是有需要照顾的 那个长者的时候呢 不要一心一意的 都一直待在家里 然后24小时都一直 呃呆呆那个充满压力的环境 希望呢可以邀请这些家庭照顾者 走出来喝一杯咖啡 给自己喘口气 面对高龄化社会 长期照顾是政府的施政重点 民间企业也展现了企业社会责任 在长照这一块 挹注了相当多的能量 县府以及卓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就借由家总与合作金库人寿公司的合作 在南投家乐福广场 举办喘息咖啡胖卡趴 守护不孤单 长照宣导活动 他们照顾的过程里面非常辛苦 所以有社会发动这个照顾服务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措施 包括咖啡车的行为来落地 甚至于来提供给老人家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是非常重要的几措 因为透过这种喘息服务 他们可以交换新党 甚至于执行到相关的照顾服务 所以透过这些至少可以施缓一下 我们南投县整个照顾者的一个辛劳 同时也是让社会更多的人来关注 我们照顾者的辛苦 左岸刚好承办这个业务 所以承办这一年来呢 发现说很多家庭照顾者找不到出口 可以替他们做一个分忧解牢 刚好卫服务有这样一个政策跟方案 所以在执行上面呢 相对的有比较困难 那么照顾者也能够透过这个方案呢 让照顾不孤单 我们大家一起当照顾者的一个后盾 让我们的个案能够在地的老化 在地的有尊严的一个生活 透过胖卡全台跑透透的方式 深入社区宣导喘息服务 家种以及合作金库人寿公司 从台北台中到高雄 邀请照顾者喝咖啡 喘口气走出压力 从台北台中到高雄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巡回 那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要邀请家庭照顾者 走出那个充满压力的这个照顾环境 出来喘口气喝杯咖啡喘息一下 我们是希望就是可以全省走透透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希望家庭照顾的这个议题 可以被大家所重视 县福透过活动呼吁民众 善用1966长照服专线 申请照顾与专业服务 或者洽询0800 507 272 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减轻照顾负担 另外家种体恤家庭照顾者的辛劳 邀请多位守护大使 于8月26号在台中方舟音乐 艺文展演空间举办公益演唱会 欢迎家庭照顾者申请喘息服务 到场聆听演唱会放松压力 来大家辛苦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